白色特斯拉并排围停在路边 下一秒骑车的女外送员 闪避不及撞上后车尾 连人带车摔飞出去 15都喷飞 外送员在车上反滚 通道爬都爬不起来 一旁骑士路人都下车搀扶 驾驶才闪闪来迟下车查看 而当时围规停车的就是她 来自野火娱乐的徐凯浩 以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出道的艺人徐凯浩 去年4月把特斯拉并排围停 车灯也没亮 外送员根本反应不及撞上 没想到事后态度更让怕心寒 都已经微微停停了 徐凯浩就说身体撞我 严路一直骂 你还敢告我 我还要告你 又夕长长的术后 缝和痕迹女外送员这一撞 右脚多处严重骨折 缝了22针完全无法跑外送 法院认定徐凯浩违停需付全部罩责 双方桥定40万和解 但夫人痛批徐凯浩喊没钱 还要分17起偿还 至今也只还了11万元 他花钱挥霍无助 猪热水 为什么给我的医药 不用分纸 那海底刀已经吃到了 总金额40几万 拍影片炫耀花40万吃麻辣锅 妹妹生日送礼5万 但赵氏赔偿到底还不还 徐凯浩透过经纪公司发声明 强调有尽力提前给付和解金 对于调解过程 造成被害人不满 再次表达歉意 只是偶像艺人事业正要起飞 如今却卷入事故纠纷 恐怕早已重创阳光形象 记者杨中盛 梁海瑶 张贝子 彩虹不得哦